看到港股市房其实一直都是偏弱 现在就说之前等议息结果 但其实本身都有很多其他消息面出来影响市房 不同不同的办法 坏消息就是内房 最近内房又有新的 大家有再害怕过 还有最新就是昨天出来的生物科技 就是中美那边的角力 大家可能有纳入黑名单 先讲一个大小的市房 现在好像负面消息比较多 即使说联储的议息结果出来 美股反应比较好 但是不是对港股来说 都不会有什么帮助呢 难啊 为什么呢 如果这就认为美股的状况 先讲美股的情况 昨晚就大打上来 但是前一天的时间跌得挺凶狠的 但有一样东西 就是美股 如果大家细心点去看的话 其实美股现在跟历史比较的话 差很少 就是如果以S&P为例 它跟历史高位 我认为历史高位 今年高位比较的话 它大概是零五点几百分比 讲讲S&P 所以如果你假设今晚再升一点的话 基本上S&P有机会破顶 已经有破历史高位了 就是你可以说美股的状况 和港股比较的话 今早上的时间 好像入股也是 入股也是高开的 日本股市也升很多的 反映就是很多的市场都可能见到 可能有些正确 可能那个叫S&P去向明显化一些之后 是有反应的 但是上面S&P说过 就有太多变数影响着了 其实你看夹晚的时间 你看到那些中概股的变远都是差的 好像阿里巴巴都还会跌下去 反映就是可能有个 即使有个市场清晰了也好 港股是不受惠的 因为港股太多变远 就是我们说近日的时间 太多自己自身的因素 影响到那个大世界气氛 你想想之前大家害怕監管东西 接着有些交股又跌下去 接着最近到这个生物科技股 又受到这些 就是类似担心 美国那边又有出招影响 所以变相之下 港股是有很多自己的问题 所以个势是真是弱的 只不过这一下 好像昨天那一刻 有些突如其来的 而且如果你以暂时的趋势来看的话 因为都没什么特别好消息 所以假设一些第一单多的东西 总部发烤的话 这个市场再跌下去 不出奇了 现在你看到如果以期指来计的话 或者现在刚刚有一个建议价 现在就在23,200位置 那你和前低位23,000一比的话 不是差很远 所以大市似乎真的 真的要试第一的机会 都真的比较高 接下来 我们来说 我 不过 我是 我 好